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频繁的跳槽 到底业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说我频繁的跳槽 其实也没有频繁了 就是上回一个是实在做别去了 大家也知道业绩不行 我还是跳槽到了保险公司 那也不算跳槽 那是被迫离开 所以说到了保险公司 到了保险公司 不也是由于业绩的压力 我还是又导致被恐吓是吧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做销售 其实做销售就是这么残酷 就是这么现实 做销售频繁跳槽其实不足为奇 因为什么呢 因为销售就是一个很大的流动的岗位 你包括原来做的证券公司的那种营业部 它也是频繁的跳槽对吧 我的那些小伙伴我同组的 可能基本上都走光了 而且你像做金融行业像那种保险 这些销售来讲 同样也是这样 因为每一个组的人 你像上一回我公司一共走了 能有六七个人吧 其中有四个人是在同一组 你可以想一下 那个组基本上就走没有人了 所以呢 大家应该看正确看待这个销售的人员的流动性 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正常的流动吧 因为你做这行 你就要面对这种高流动性 所以说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也无可厚非 有的人说 半年你也没做成什么事情了 那我想跟你说 那你说半年能做成什么事情 对吧 首先你得重新适应一个城市的节奏和环境 再有一个呢 你得提高你自己的专业度 或者是说提高你自己的本身的技能 就比如说销售技能 这种 呃 营销的技能 营销里头不说要讲究话术嘛 就是语言的艺术 所以说呢 还有很多你值得学习的 当你做这个行业做久了以后 那我想 你自然会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体会 也会 越来越好吧 当你加情就熟了以后 就是把这些营销的理念呢 包括谈客户的理念呢 谈客户的 就是一种谈判的技巧学会了 那么你相应的来讲 你未来的话会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 就是大家也不要着急 每一次的跳槽呢 对于你来讲都是一个学习 那当然了 有的人可能惧怕跳槽 惧怕改变 那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你惧怕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 那么我希望你就是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 比如说像体制内的工作 你永远都会定在那里头 永远你都不会挪动一步的 那不也挺好吗 对吧 对于你来讲 所以要正确看待这个事情 不要说是过多的说看别人笑话 苛责于别人 那么请你看看你自己 你自己到底成没成功 你又做成了什么事情 我发现吧 人吧都严于律人 宽于代己 但是我希望呢 大家就是像我一样 做一个宽于代人 严于律己的人 就是用宽容的心来看待你周遭的人 而用就是对自己要求要严格一点 做的什么事情呢 都要就是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而且呢也不要侵害你朋友的利益 就是对别人要好一些 不要是仅仅针对于自己 那天我在群里头有一个人说 说怎么来的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帮助人 那我以前做一期视频 我就是无缘无故的 用她的话来讲 无缘无故的帮助了一个亲生的女孩 这个是真行真事 而且呢我可以这么说 我没有说当时就是为了想救她 没有说什么这个想法 那个想法的 没有说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呢好言还是存在的 不是说有利益才去帮助别人 就像那个人说的 说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利益 那我不会去帮人 那是仅限于你自己 而不代表所有的人 我认为咱们国家的人还是好人多 就是其实在你有危难的时候 还是会有人帮助你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例吧 我记得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 曾经啊就是有下公交车的时候 由于公交车的司机的疏忽 把我这个腿夹住了 一个腿在车上 一个腿在车下 大家想一想多么的危急 如果这个车走了 我可能你们就看不到小宁了 对吧看不到我了 那么当时就有一个阿姨 迅速的去拍那个司机的搏离 拦住了那个车 她其实当时也承受了一定的风险 或者是危险 但是她把我救下来了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因为我现在找不到那个阿姨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她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 所以说她对于我的影响就是特别的深远 就是包括像我帮助别人也都是无死的 就是我希望把这份爱也能够传递下去 因为在我危难的关头 有那位大姐帮助了我 那么我也希望在别人的有危难的关头 我能够帮助她 同样呢她也能去帮助别人 这样形成社会才能越来越美好 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就是只有利益我才会去帮你 这种太狭隘了 而且这种思想也要不得 如果人人都为了利益 那么我想这个世界会一团糟 但是如果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我相信这个世界就藏了美好的明天 对吧 所以说这期视频呢也送给 就是这个伙伴 希望你能够通过我这期视频 能够让你对这个世界有所改观 希望你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好了 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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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